我们康养公寓距离曼东峰市场200多米 市场内瓜果梨桃 蔬菜 肉类 生活用品 应有尽有 一个芒果在我们北方大概要10多块钱 在西川满纳只需要两三块钱 西川满纳冬天阳光非常的好 而且我们距离西川满纳三甲医院 大约有300米 西川满纳属于热带雨淋气候 当地特色小吃是西川满纳烧烤 西川满纳周边景区众多 我们现在看的是热带雨淋谷的克木仁 克木仁在全国不足3000人 女多男少 逮猪园的泼水节每天都有两场 在这里就是一个水的世界 原死森林是孔雀和大象的王国 在这里成群成群的孔雀从天上飞下来 飞到我们身边 威为壮观 这里的大象也极其的温顺 卷着长长的鼻子向你要水果吃 说到水果我们就不得不说 西川满纳的水果太多了 有变形的香蕉 芒果 榴莲 布鲁蜜 这里共有两个批发水果市场 这里的水果是自然成熟的 所以甜度 口感都要好于我们内地这边 自己做饭太累 去酒店吃太贵 卡养公寓是最实惠 欢迎大家来西川满纳 这里有亚洲最大的星光夜市 最多的美女 最美的阳光 我们卡养公寓现在还有不到20间房 自己能做饭的房间已经没有了 我把溜溜爱他的视频的下方 详细细节可以问他一下 价格也写着最后 欢迎大家 来西川满纳 过冬 这是我在西川满纳的候鸟公寓 它位于景洪市 曼弄峰 十号路 彩虹大酒店 目前我们是在酒楼观景 它可以看日出 日落 也可以喝茶 看电影 候鸟公寓 共四千多平米 六十六间房 每个房间大概是三十五平米上下 一楼包含了餐饮 乒乓球 台球 还有 麻将鸡 西川满纳的冬天是平均二十五度 适合旅居养老 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茶室 让我们现在走进房间 看看房间里边的房型 房间大概三十五平米上下 每个房间都是明窗 通风 采光 都比较不错 二楼到七楼全部是我们的住宿 每一层有一个担间 有多个 双人间 有三四个 三人间 大家有想来西川版纳 过冬 养老 旅居的 我把我合伙人 溜溜和小雪 爱她的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跟她们取得联系 现在让我们上八楼 看一下我们的厨房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可以 跟我们一起吃住 是按人收费的